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阿峰老师就要来分享一个健康南瓜好料理 我们先做料理 待会再来分享各种品种的挑选 老师今天用的是小柯的 小柯的是栗子吗 对 其实我现在拿在手上的是栗子南瓜 林冠现在拿的是栗子南瓜 这个是标准版 这是标准版 然后它的质地就是非常的甜松 那在市场上面 就一颗大南瓜你要种多大都有 你知道当然去看南瓜田的时候 可是也发展了现在农友种出小品种 像这四面三代有两三种栗子南瓜的迷你品种 什么贝贝 小黑宝啊 这一类的通通都是 那这个的口感就会跟刚刚林冠我们栏子里面 比较传统风味的不一样 那我先把食物下锅 你可以看到很神奇的绝对外皮的绿色 然后包裹了一个橘红色 我觉得眼科医生应该最爱的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然后我自己的习惯是不削皮 那你怎么清洁的那个皮 把它拿起来 其实南瓜非常的干净 你把它拿起来刷洗干净 然后把它擦干 然后再来切 所以你会连皮一起吃 会 而且它煮好之后是很多人会说 这个皮颜色里面不一样要把它削掉 很可惜 然后南瓜再煮到刚好熟 妈妈不管用电锅蒸 你煮到刚好熟就是最好吃的 所以我今天就很巧妙的 我用了一些水分 然后直接要把我所有我这一颗的 这个小栗子南瓜 直接放上来 然后我们再说 毕竟它是一个橘红色的食材 那你就会知道说要有油脂 但是我等会的油脂 后面我们把它煮成石头锅的时候 会补进来 那我在它烧煮的时候 同时就把蛋白质 植物性的蛋白质 我把这个汆烫过去油的这个豆皮 直接盖在上面 妙了 那这样子有微微的一点油脂 然后锅子还有大把的空间 我就把等会呢 火锅要石头锅要的大量的这个大白菜 把它放在上面 好大量的大白菜在这里就可以下 对那这样子就是意思 我现在是在煮南瓜 然后呢直接蒸大白菜 好那这样子又有甜 又把豆腐皮给煮软 而且这样子所有的蔬菜 最后都会贡献到汤汁的鲜美 对就是很方便的这个甜味 那我现在让它煮 它大概可能五分钟的时间 那我只要最后三分钟的时候 我想要来炒一个类似客家小草的概念 把它放在我的南瓜锅 就可以把很有味道口味比较重的这个客家小草 就是像石头锅的风味补在上面 那刚好利用这个热锅的时间 我就来介绍一下 妈妈在市面上 就是你买南瓜 在日剧那个时代传下来 我的阿嬷 妈妈 都叫这叫仔来状 他们就是用那个日文的那个 比如说这本土我们原生种的南瓜 它就比较像卜啊 然后呢从你买的时候 你会看到会一面带青 青色越多就表示它越年轻 当它呢放的就是太阳的一面 还有再来它是一个南瓜除了营养丰富 它也是在我们蔬菜中最耐放的一种蔬菜 然后是实 对 全世界蔬菜品种里面 区隔性最巧妙最多元的 也就是南瓜 那你这个呢它的味道 如果当红色的偏多 它就会比较甜 然后问题口感没那么好 那妈妈你买到像这样的南瓜 你就拿来炒金瓜炒米粉 把那个味道释放出来 那当然也农友会有区隔性 可是他们很好玩 这个应该如果没错 应该叫阿娇对不对 这叫阿娇我跟你说 这叫阿娇 阿娇 阿娇 是他们的名字 是他们的名字 是啊 就是都是像这样 然后你会让它改变一下 然后呢它通常这种的话 它就是稀稀稀稀 比较有那个纤维 水分多 所以妈妈你用来烩菜释放出口味 很棒 然后松一点的我们的栗子南瓜 像地瓜 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你要蒸干松的 那这个呢就是洋品种的 就是像马车南瓜 对 有的人叫车轮南瓜 车轮是这样看 对 就是它真的有车轮 对 但是我都会叫它叫车轮南瓜 对 然后这个好像是玩具道具 这不就像观赏南瓜 其实你到你不只在菜市场 可以买到南瓜 你到花市 现在有摊子全部卖南瓜 哦 它如果当百市 因为它也很鸡 你知道为什么吗 极力很漂亮又很耐放 因为我们闽南话叫金瓜 然后就是觉得家里面 对 就是 所以在这个过年的一段时间 好讨喜的 你就可以看不一定要做菜 这个跟那个橘子是金元宝一样 对啊 就是你也很适合当百市 是 而且它事实上又是新鲜 很耐放啊 很耐放 通常放一两个月都OK 你只要不要弄到 不要弄到 基本上它可以放个两个月没有问题 但是毕竟它还是会慢慢厚熟 那所以你如果说在买的时候 你是为了吃 那现在我们的超市也有切拌的 你就买刚好就好了 对 好 那我现在锅子刚好热了 我今天就要想说 我用的是火锅肉片 因为我觉得就是方便就好 然后就用火锅肉片 但是我在我的碗里面这边呢 我放了什么 干鱿鱼 然后我现在锅子里面一点点的油 锅热了 我就把干鱿鱼呢 先放下来 老师 热锅热油 然后现在先拌炒一点鱿鱿 那家常的冬天的火锅肉片呢 就可以备料待会入口 对 那我是用干的那种就是干燥的那种阿根廷鱿鱿干 然后我自己泡的时候 我在水里面稍微放了一点点的小苏打粉 然后去做浸泡 然后浸泡之后的这个鱿鱼会微微的有一点点的蓬发 就会比较软口一点 那但是相对它蓬发是来自于它吸了水 所以我在还没有爆香前 我现在就在锅子里面 取代用油 我其实是用热气再爆香它 然后它待会儿这个香味 等于你会有肉鲜跟海鲜 对 好 然后现在这样子 它大部分的水分被我培干了之后 我这时候把蒜头放下来 爆炒 然后再来真正把我需要的这个油脂放进来 就我放的要做石头锅 用的油脂是这个白芝麻油 然后你让它白芝麻油爆蒜片 对 让它烤香更香 对 然后再来火锅肉片 对 然后老师其实这个季节准备了葱段跟蒜苗 蒜 对 这个季节也是蒜苗的季节 蒜苗也是很百搭 对 然后把它当青菜吃 特别鲜甜 好 那火锅肉片因为都是机器切 非常的单薄 对 所以它预热 直接就是从冰冻的状态 可以回归到熟化的状态 我觉得对于家庭主妇很方便 就是冷冻裤你拿出来 就可以用 快速上菜 对 就快速上菜 好 但是因为今天这个要入味嘛 所以让它两个这一个海鲜跟肉类炒熟之后 待会还是要有基础 那基本上客家小炒就非常简单 酱油 米酒 还有葱段 或者是芹菜 然后鱿鱼爆香肉在这里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客家小炒的豆干 那因为我今天是做锅类 所以我把它换成豆皮 在这个 南瓜 然后你待会也可以让它入汤锅 对 让它变成是调味炖菜的灵魂 对 那可以看到我现在都完全不急的 就是我的白菜在炖煮 我实际上最主要只要煮南瓜 所以我都没有碰它 你可以看到白菜已经蒸到 好漂亮 非常香甜 好就这样子 然后我们再一下下肉就好就OK 我真的很爱冬天的菜 对 冬天的那个白菜高丽菜随便买随便好吃 然后随便煮随便蒸都很漂亮 这个肉片炒熟好香 好这时候放一点米酒 对就是那个鱿鱼跟猪肉一起同烧 然后最基础的酱油 我觉得这个比传统客家小炒的那个猪肉或者五花肉稍微健康 因为通常传统的可能比较油 是然后这时候可以开始来准备看 我要来翻我的这个南瓜 南瓜干 我们刚刚的做菜 你可以看到南瓜干好 这时候你会看到它煮的刚好就是绵松 然后不破形 非常的漂亮 然后这时候把它翻上来 每一个都会很好吃 然后天然的蔬菜高汤已经帮我们打底煮好了 然后呢这个位置 客家小炒最后的这个生葱段 你真的很聪明耶 这样你肉片又会有味道 不然肉片直接入汤锅 可能肉片又会加沾酱 我鱼肉放在锅底调味 然后最后这边可以看到 我就把我的石头锅 好 哇 那我们就来试吃喔 一年回家只要能吃一碗这个 这一锅就真的是觉得幸福满满的 因为里面真的是有冬天的味道 然后南瓜又甜 这个连小孩子都不会打枪 你知道吗 因为我们很多大人煮了很多菜 像做来的那个带微苦味的 你煮了一大堆 那小孩子都给你打枪 像这个东西 小孩子都把你吃光光 像南瓜本身 我们也知道说 他也可以降血压啦 让血糖不要升那么高 对不对 那南瓜有个很诡异的情况 他的生糖指数很高 其实 可他糖负负非常低 糖负负只有三 那意思是什么意思呢